街头篮球赛SYM斗到底城市争霸赛将要迈入第二届 昨天在淡水区美丽新广场旁边 国际艺术篮球场主办单位举办了一场开幕的记者会 另外更邀请到了传奇偶像剧 MVP情人主角言行书孙协志 睽为17年再度合体 同台PK标分展现斗到底的热血态度 街头篮球赛SYM斗到底城市争霸赛 将要迈入第二届 昨天在淡水区美丽新广场旁 亚洲最华丽国际艺术篮球场主办单位 举办了一场开幕记者会 另外更邀请到了传奇偶像剧MVP情人 主角言行书孙协志 睽为17年再度合体 同台PK标分 展现出斗到底的热血态度 还是刚才我们有提到那句 就是不要轻言放弃 否则对不起自己 这句话到目前为止 还是一直成为是MVP情人的一个代表金句 那么适用在任何的场所 包括职场上 运动场上这样 所以确实是蛮好 我觉得一个好的剧 真的是可以影响到蛮多的 其实三对三现在在国际 因为东京奥运是正式项目 所以它的节奏比较明快 强度比较强 所以在整个四个人轮替当中 你必须要有自己的想法 跟充沛的体能 跟队撞的能力 因为三对三跟五队不一样 就是他们有教练 所以球员必须在场上判断很多情况 孙协志说当时偶像剧MVP情人当中 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 不要轻言放弃 而这一句话也非常适合 用来为篮球选手们加油 而言行书表示 三对三的强度相当高 没有教练球员也必须判断状况 是一个巨挑战的比赛 而另外主办单位说 这次将于两岸超过50个城市举办 延续独家街头篮球报队的积分制 各城市的冠军将晋级台湾区决赛 而台湾的冠军将前往对岸参与总决赛 争夺月薪台币250万元的高额奖金 那我们今年来讲维持这个赛制以外 其实更大的突破是我们两岸的城市 去年是走了24个城市 今年的话会突破50个城市 所以也就是说让更多的选手 有机会跟更多的选手 可以那个有交流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办这个 斗到底的这样三对三 一个很大的一个目的 对其实应该说 其实可能我们这个年纪的 对于这个MVP情人 其实印象很深 其实他带给大家就是一个 很热情很有斗智的感觉 其实就很符合我们斗到底的精神 这一次在穿酒保龄御用 艺术家菲利普于淡海新市镇 所设计的国际篮球场 今年与洪泰人寿合作 成为斗到底首度长期合作的比赛场地 从4月份到10月 每个月的第一周礼拜六下午 都会依特殊的节庆 举办主题体验赛 包含了儿童节母亲节等 多样化的活动 而这一次有两位重量级的偶像剧明星的加持 也为比赛开幕增加了不少亮点 记者许端一带去采访报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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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